1980年代新威權主義論曾經在中國官方學者的圈子風魔一時 這個論調就論證西方的民主制度不符合作為發展中人口大國中國的國情 強有力的威權主義更加適合中國 二十多年前納粹德國的法學大師斯密特攻擊代議民主 支持強勢領袖獨裁體制的理論又在中國官方知識分子中間大流行 多年以來這些披著新右、新瑜伽、新法家等不同外衣的理論 傳遞的信息都是民主不適合中國 獨裁威權更符合中國國情 但現在中國強大了 最近中共官方有關民主威權的論述已經有了質的飛躍 例如新導任的中國駐美大使秦剛 上個月就是一個美國智庫的活動 宣布中國原來比美國更能體現 林肯心目中的理想民主制度 他表示中共的政治體制體現了美國前總統林肯 和發明代以制政府的古希臘人的理想 因為中國現在的是全過程民主 還說中國人對共產黨的滿意度超過九成 他說中共是自人民、給人民、與人民、為人民 from the people to the people with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而林肯的民主政府就是民友、民治、民享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中國和美國4比3中國又贏了 這種中國已經是民主體制 甚至比美國更加民主的論調 其實已經出現了一陣 近年不少中國學者長篇大論 文政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協商政治 比西方多黨競爭選舉更加民主更加有效 他們說多黨選舉政治中 政黨只顧黨派利益 心目中沒有人民 中共心中只有人民 由它領導的多黨協商制 當然就是時刻以人民利益為本 超越黨派私利 更早前因為國師級的中國官方學者 發表題為代表性斷裂與後政黨政治的鴻文 指出中共內部一百年來的路線鬥爭 多次成功及時糾正領導的錯誤 令中共從革命到建設到開放時代 每次都能夠選擇最正確的路線 無堅不趨 他說這種調整政策的機制 比起多黨競爭選舉政治更加民主更加有效 過往這種論調往往成為被嘲笑的對象 很多人不以為然 但最近大習近平上星期 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的講話裡 竟然高調詳細地論述 中國其實正在實行 比美國更民主的民主體制 他在講話裡說 民主不是裝飾品 不是用來做擺設的 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 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 關鍵在於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當家作主 要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 更要看人民有沒有廣泛參與權 要看人民在選舉過程中得到了什麼 口頭承諾 更要看選舉後這些承諾實現了多少 要看制度和法律規定了什麼樣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規則 更要看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執行 要看權力運行規則和程序是否民主 更要看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制約 如果人民只要在投票時被喚醒 投票後就進入休眠期 只要競選時聆聽天花亂聚的口號 競選後就毫無發言權 只要拉票時受闖 選舉後被冷落 只要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習近平的意思就是說中國的政治人物 時時刻刻心中都有人文 不是好像西方國家政客那樣 只是四年一次選舉的時候 才口頭說要為人民 所以中國是比西方國家更民主 阻止歐威爾的1984裡面的極權世界 高掛戰爭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無知即力量的口號 現在中共最高領袖 高舉獨裁即民主的口號 指不為馬 那真是歐威爾又中了 當然獨裁即民主並不是中共的發明 今時王朝統治的北韓 國號的全稱就是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不知道會否有一天 中共都會改國號 加入民主兩個字 將中國變成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呢 我是孔高峰 多謝大家收看 下星期再見 拜拜